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即將在520 接任法務部長的邱泰山 上午拜會法務部 現任部長羅英雪親自接待 雙方禮貌性握手後 羅英雪卻語出驚人 他其實是有三點不如我們一方 第一個是我們匆匆上任 大家對我沒什麼期待 所以我比較好做 第二種 危機比較大 可以比較多理由 所以記得事情不清楚的話 大家也比較能夠暴動 那第三個其實重要是 我是女的 之前很多性評的議題 如果有意見 我都可以大明大放 可是邱部長可能就要帶著鋼盔 才能夠講出心理的話 羅英雪講完這三點 換邱泰山也與羅英雪 近來在立院和立委社站 羅部長在女街情況之下 他會急著要 說明其實要反彈 那我當然不就知道 立法院的生態 他們會有的東西就是說 你跟他實在是反彈 他有反彈 這個會 對有時候在 講白白當中 有時候會講出場論 我們跟他講道理 有時候坦白講 確實是要花一點時間跟精神 花一點時間跟精神 花一點時間跟精神 邱泰山的一席話 讓雪神的表情超尷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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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